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又有一位被造谣的艺人 澄清了自己的XX争议 2月22号 一位网友在论坛爆料了自己被 意大利索年成员QXX的内容 Q是 的创始者 平时在影幕上的形象就是可爱 所以在这个爆料文之后 就有很多跟风的人在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就抹黑Q的所有形象 我早就知道了,原来都是人设等等 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设成的混混 但是在第二天 所属公司明确的声明 会透过律师事务所以民运毁损对造谣的人进行提告之后 这位最初爆料的网友就马上上传了道歉文 我上传的所有内容都有放大解释 我跟QXX在学校的时候关系不太好 然后因为过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的记忆也有所模糊了 在发现到不对的时候 应该要马上下架贴文 但是因为我的错误判断 让事情走到了这个地步 看到很多留言后 我感到很害怕 藏在匿名后面上传贴文的我都这么害怕 本人又会怎么样呢 真心的向经纪公司 以及所有粉丝们道歉 希望这个天文能帮忙解开 因为我的爆料而产生的所有误会 大家应该知道吧 一般路人们只关心爆料绯闻谣言 一点都不关心解释说明澄清文 所以就算澄清了 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知道 假装不知道 不过不幸中大行事 QXX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不管有没有上传道歉文 还是会进行提告 绝对不要原谅更要折磨他 就是因为一直原谅这种人 所以才会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 在造谣给别人带来痛苦 这样澄清了虽然是很好 但是这两天一直上热色 被母还受到的伤害也不能弥补啊 要怎么办呢 唉 这人根本就是神经病吧 去有毁损的形象要怎么恢复呢 请区分好吵架跟 爆料的人虽然也很恶心 但是在什么都没明确的情况下 就趁机跟风造谣的那些人 也一样的很恶心 爆料的人都已经承认自己造假了 到现在还在顾着 去救是XX的人 是没有脑子呢 还是想要被告呢 没有脑子 我也希望公司绝对不要原谅造谣的人 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被澄清的爱豆们的消息的 下一个消息是 在每天每天都会出现 XX爆料文的这个时期 有两个关于 徐普俊尼尔野森 卡西文语根的同学的爆料文 让最近心脾力尽的粉丝们 网友们稍微的笑了一下 首先是徐普俊尼尔成员野森的同学 上传了野森的毕业照 作为证据后爆料 以前常常跟野森玩抓狮子游戏 他也是我的抓狮子对手 野森很善良 到高中为止 也用社群网站告诉我 他进了SM 现在应该永远都见不到了吧 会一直因缘你的加油 怎么这么配 啊超可爱 KKK 野森超好感 真的就这个样子长大了 KKK 因为他一样让我大笑 想象他用小小的手腕抓狮子 也太可爱了吧 然后另一个就是卡西文语根的爆料文 我跟语根是小学同学 我记得语根在担当成犯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会撑走很多fruits cocktail KKKK 滥用全力KKKKK 看到这个文章后 去找了一下小学照片 真的长得看起来很喜欢吃水果罐头 啊怎么这么好笑呢 KKKK 超好笑 KKK 超可爱 KKKK 希望这种爆料能越来越多 好 今天小鸭皮就有到这里 然后这支鸭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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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